所尼被削了职权 你周围的少壮们怎么看 皇上是声东击西 表面上是对付所老爷子 暗地里是冲着太后去的 此前皇上派傲拜到江南督察军务 众人都觉得奇怪 其实已经露出了苗头 此话怎讲 大家都知道 太后身边有两条狗 一条爱叫唤 冲着谁都汪汪 一条不爱叫唤 伸长了鼻子到处秀来秀去 说你想说的意思 支走了傲拜 好比砍掉了太后的一只胳膊 踢开了索尼 好比剁掉了太后的一条腿 皇上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皇上了 那你说这是喜呢 还是忧啊 喜大于忧 索尼的铁面一撤 有些事情说不定就好办多了 至少像选秀女这种事 转环的余地要大一些 不会让大家一天到晚心中无数 鼠目寸光 你们也不动脑子想一想 这宦官掌握了太大的权柄 一旦干政乱政 朝廷就断了脊梁 还喜大于忧 岂有此理 宦官干政 别说皇上不答应 就是他答应了 宗师子弟们也不是吃干饭的 来啊 赖月 来啊 赖月啊 来啊 赖月 没规矩 走吧 走吧 瞧你 闹着闹着就没样了 在舅爷家里做客 还这么没规矩 你还想进宫呢 辗职了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这走路啊 不能一步一步走 要半步半步往前走 从脚后跟往脚尖撵 你倒好 两步并一步往前窜 像个野兔子似的 谁能看上你啊 五人问话惯讲六法 依我看 六法之中最要紧的是气韵 气韵不足 则不论比例如何娴熟 终究成不了大忌 反过你的笔墨 技法已经不成问题了 缺什么呢 你来看 笔风俊俏 却失之枯涩 在气韵上过于霸鞍治了 吕师傅 我们小姐画得够好的了 您怎么老是不满意啊 荣耀 燕雀 燕之鸿湖之至 如果是阔小姐作画消闲 也用不着我来多费口舍 你们小姐也就用不着 如此积年累月的用功了 接着画吧 师父 学生也知道气韵要紧 只是捕捉起来似有若无 让人懊恼 要静下心来 哪怕有天大的事情在等着你 你也要先静下心来 把手边的事情处置周全 这头牛还缺两条腿 想办法 快点让他跑起来吧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小姐选秀女的型头 儒妞 你别捣乱 快收起来 要紧的不在型头在气韵 这和作画没什么两样 让人出类拔萃的不是外表 而是内里的气韵 吴云主 我讲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 学生明白 小姐 老爷来接你了 接着画 不图完最后一滴末不要出去 你在这儿等着 这儿 这是哪儿逃的 棋盘街指殿后边 花了多少银子 二十两 二百 那个穷书生说 这可是宋朝靖康年间的课本 不会有差错吧 自从被皇上降了职 你是越来越有眼无珠了 出手不下十次了 你可逃到过意涵真玩意 你这儿去买的事吗 假的 出宣文往南到边上 几十个铜前就能换一大落回来 是 假的 自己看着顺眼就行了 恶术将军 你我虽说不是侍旧 可论起情义来 也算是知根知底了 怎么进来 你是一天比一天的颓躺 为什么 岁月无聊 我也无非是闲散度日罢了 闲散倒也无妨 可万万不可昏溃 你再这么浑浑噩噩的混日子 恕我直言 你可对不起乌云珠 对不起这有远大虔诚的孩子 你嘴上是宠辱不惊 不惧患害臣服 可其实你骨子里 你斤斤计较 见为左岭又能怎么样 你是翻山越岭的人 怎么摔了个小小的跟头 就万念俱灰了呢 如果是作战有失 或是我恶朔贪赃忘法 受此责罚也就罢了 总不至于沦为世人的笑柄啊 又来了又来了 你什么时候 能从这口精力爬出来呀 崇辱不惊 那可是高人所为 我做不到 你行吗 刚才你说 小女将来会前程远大 是指选绣绣女的是吧 你知道别人怎么说 他们说 只要小女给选到宫里去 我就是被皇上变为庶民了 也能闲鱼翻身 重获出头之日 至于兄 吕老板 你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啊 你别小看了别人 也别小看了你自己 说得好 谁也别小看了自己 我一直有一番心思想告诉你 可一直没有机会 今天我都讲给你听 你可要助我一臂之力呀 是哪样心思 小女 吕师傅 阿玛 吕师傅 画完了 来来来 吕师傅 阿玛 该放我们小姐走了吧 先拿给你阿玛看看 阿玛 阿玛 老爷 小姐画得多好啊 吕师傅老是不满意 不要放肆 我听说皇上也喜欢画牛 画得还不错 真的啊 怎么 你师傅他没跟你说过 天下之牛人尽可画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那 吕云不加 是头死牛 去 再不画一幅来 用心画 要用心 吕先生 您来了 好 接着这点酒力把想说的话说了吧 你知道我到你府上来干什么来了 自然是怕我头揽来读点学生功课来的 不是 我是来给你做媒的 做媒 做什么媒 我何来如此深的艳福竟惊动您的大家 这不是开玩笑 我是真的来给你提亲的 怎么回事 受恶朔将军之托 我现在郑重相告 他想把女儿许配给你 谁 你 谁 不是 您说谁 乌云珠啊 看什么玩笑 他想让宝贝丫头做安郡王的侧附近 胡闹嘛 他怕你回绝 特地让我来做媒人 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答应什么呀 异想天开 可笑之之 这 这简直是胡闹嘛 我也觉得是胡闹 好 坐下 先饮了这杯酒 来 师父 我和他在您这儿 一直是以师兄师妹相称 不足为观 这多少有些打趣的意思 您也知道 我和他长幼玄淑 我可一直拿他当小孩看哪 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 让鄂硕将军动了如此荒唐的念头 不管怎么说 还请师父帮我回绝了这件事情 哎 要说的苦心 常人难知啊 安王父亲几次落胎 是你经年不能得子 他是想成全了你 此其一 京城贵族子弟大都娇奢淫逸 声色犬马妻妾成群 难见像安王这样敦厚清洁之人 他是想为女儿找一个终身的依靠 此其二 最后也是最要紧的 师父啊 淡简无妨 好好 皇宫不日将临选秀宁 一旦被选中进入后宫 虽说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却是半君如半虎 一言一行稍有不慎 便会冷遇中年 生不如死 恶硕不想让女儿落到这样的下场 此其三年 安君王 你我不是外人 我把恶硕的老底全都晾在这儿了 你意下如何呀 他是想以我的身份来挡一挡皇上 这是恶硕的要害吧 在常人眼里 后宫阴冷莫测 也难怪他为女儿担心哪 在绣女的眼里边 深宫弑板军策 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难道乌云珠是个例外吗 恶硕将军自以为是替女儿照相 只怕是一厢情愿吧 所谓可笑之志就在这个地方 恶硕 恶硕将军自己糊涂不说 还要拉着我去出仇 师父 难道你也想让我出这个仇呢 你的品性我又一次领教了 以往果然没有看错了你 那我就是看错您了 我实爱不过 何硕将军的真心相求啊 再说以私交而论 我倒乐意乌云珠 夹到你府上去 不过我与你所见略同啊 乌云珠这姑娘 确实心比天高啊 如果天随人怨 你于国于人于起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啊 舅舅 都已经练了那么长时间了 我怎么还射不中靶呀 这是最软的功了 还拢不中啊 你的胳膊一直在抖 连腰身也在抖 没射中自己的脚面 就很不错了 来 大姐 舅舅 咱们歇会儿吧 再等等 练完了再歇 不错了 歇吧 远歇就歇会儿吧 记住舅舅跟你说的话 要想在帝王身边站住脚 慌有女人的小把戏 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你会的 别人都会 说不定比你来得更技巧 你得有自己的花样才行 皇上不仅喜欢琴棋书画 还喜欢打猎 喜欢骑射 你要早点练好本事 一旦随了她的心 再妖野的女人 也难以在你之上 舅舅的意思 你听明白了吗 舅舅 咱们接着练吧 季度啊 季度 快快快 快过来 表姐 来来来 季度啊 出大麻烦了 表姐 怎么了 刚才老爷子把我叫去 这人跟我说 这人跟我说 她说什么 太妃向郑王府提亲了 让把腊月嫁给她儿子 嫁给伯官 这儿 熬了多少日子 费了多少人的心血 潘行星 潘月亮的 全炮烫了 全晚了 何人给父王请来 来来来 你过来过来 我心想了个变招 你帮我琢磨琢磨 看走得通走不通 军事反而更不利了 果然如此 父王 父王 你都知道了 父王 太妃到底是什么意思 伯国尔的贝勒府 缺个福尽 太妃 看上了你的外甥女儿 腊月是宫中被选的绣女 又是绣女中顶尖的人物 太妃不会不知道吧 正因为知道 才在离选之前 跟咱们打招呼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腊月打算嫁进去的 是皇宫 不是贝勒府 你跟你表姐啊 都自恃太高 天下秀女如过江之急 腊月哪那么容易 就落进皇上的王里了 伯国尔的为人 你也知道 虽说脑筋死一些 倒也是一个 秉姓周正的子弟 嫁给他 不算去了腊月 论起血统的贵贱来 那除了皇上就是他了 有什么不答应的 本来可以得到一只凤凰 到头来却给你一只鸡 还有谁会乐意呢 别说得那么难听嘛 父王 您答应太妃了 既然太妃已经张了嘴 何况又不是一件坏事 为什么不答应呢 按照老规矩 只有落选的秀女 他人才能染指 宗氏子弟 如果真的看上了那位姑娘 公里 不是不可以望开一面呢 太妃敢张这个嘴 自有她有备而来的道理 那么多人的苦心 都凝结在腊月的身上 您就视而不见吗 那你说怎么办 既要不妨碍腊月进宫 又要顾及太妃的脸面 难哪 父王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应该让太后早点知道这件事 所大人 内务府的好多差事 让无良府拿了去 您真的放心吗 有什么不放心的 想做事的有事做了 想歇着的可以歇着了 各得其所求之不得 好 请请请 像选秀女这样的大事 也交给一个宦官来做 这宦官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无良府嘴上有嚼子 皇上手里有鞭子 咱们不用担心 反正我是放心的 所大人 您还记得我那个外甥女吗 记得记得 是老淑王的外甥孙女吧 那可是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啊 所大人这么说 我可是把宫为话 当成真的了 好事的人说 姑娘一只脚 已经踏进紫禁城了 所大人 您看这个事情 已经由别人来管了 所大人还要避嫌吗 即便明知道 她两只脚都踏进紫禁城了 我这个嘴啊 也是不说 福祸难料啊 姑娘恐怕连半只脚都踏不进去了 此话怎讲 宫外有人看上了她 有人杰族先登 为伯贵贝勒提亲了 谁呀 太妃 走 姑娘 我只能知道 皇上画的名是什么呀 我是不是有她画的好呢 我敢说啊 你画的比她好 就你嘴甜 她下手是不是太早了点 姑娘 当真那么出众吗 梅艳绝伦哪 太妃眼力确实 眼力再好 她心不能不正 这冷不丁杀出来 怎么这是想打劫呀 太妃爱子心切 这也算 这也算情有可原吧 倘若不是顶尖的秀女 在皇上临选之前 宗师子弟们有所瞩目 当属人之常情 在圣经的时候有过老历 而且 这儿不是圣经 老历就不能改一改了 你说 你接着说 臣也是这个意思 我在内务府惯网的经见 童徒赖的女儿品貌和举止 确实非同一般 如果不经皇上临选 一挥而去 臣只怕皇上跟女中翘楚 实至交臂啊 您说得太玄了吧 人未必有你说得那么精致 所大人 你是看花了眼了 还是受了人家的会了 岂敢岂敢 天下美女说少也少 说多也多 我不在乎一个半个的 不过规矩还是规矩 不能说破就破 更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那些 喜欢钻空子的人随心所欲 太后所言 正是要害之处 传我的一旨 以内务府的名义 也颁布京师内外 凡被选的绣女 家不分贵贱 人不分雅俗 地不分远近 在宫廷临选之前 不许许配人家 一律不准 为臣遵旨 选进去有什么不好 进了宫做猫做狗 也比给人家做小老不强 你得这孩子一向不闻不问 现在怎么倒丧心了 我好心好意 倒落下不是吗 你说我怎么不闻不问了 是不给他吃了还是不给他喝了 恶说我以前是将军夫人 现在只是个左领的老婆 你 你对不起我 你爱把他塞给谁 就塞给谁 从今以后我不管了 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管 有本事你让他回杭州 让那死鬼护着他去 你 你别让我再见到他 有本事你就别回来 你们愣着干什么 都快捡起来 快快快 捡起来呀 快捡哪 快捡哪 阿玛 咱们不是说好 不生气 不计较 您都忘了吗 阿玛 对不起你呀 凡事呢 都不要怪罪别人 这是您说过的话 咱们 咱们不怪罪他 这家里家外 你阿玛处处温良公解让 可这到头来 还是走透无路啊 阿玛 女儿执迷不悟 还是温良公解让 转瞬之间云开雾散 柳暗花明 孩子 安郡王的事你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你阿玛的苦心 你能体会吗 正因为体会了阿玛的苦心 女儿才不想扎扎掩掩 想把心里边的话都告诉你 孩子 你答应了 女儿心里早就有别人了 谁 我给你看样东西 皇上 画得像吗 我记得 看得最清楚的一次 是在教堂外边 理他 不到无耻 刚从杭州来到这里 拒目无情 你又忙于军务 常常不在海儿身边 最初只是好奇 想看看皇上 到底长得什么样 但每次都看不清楚 就惦记着下次 一定要看清楚 像得了心病一样 连做梦 都在想他的样子 想他的眉毛 想他的眉毛 想他的眼睛 阿玛 女儿不是世里小人 不想攀龙扶风 女儿只想见他 看他笑 听他说话 听他叫我的名字 女儿觉得 在梦里见到的情景 都是真的 一定是真的 傻了孩子 阿玛 您别难过 女儿只想求你一件事 放我进宫去参加李选 让我能够近一些 看一眼皇上 你让皇上 看一看我 不怕 不想让皇上跟我说话 你心比天高 只怕 只怕命比纸薄啊 不怕 驾妇 这儿还未要しょう axれ 明瞒 提醒你 老妇 我是大共症多生 不是你这样的์ 这是小子的 сред appro 孩子没来 腊月偶感风寒 咳嗽了一夜 我怕她待病静腐 对太妃不敬 所以让她留在家里了 没事没事 丑媳妇啊 总是得点公婆的 她躲得了初一啊 还躲得过十五 我早早让伯国尔回避了 主角倒没来 早知道这样啊 我就让伯国尔到宜门之外 接丈母娘去了 贱妇怕是难有这个福气了 童夫人 何出此言呢 太妃 您没听说呀 听说什么 午时前 刚刚下了宫门钞 传太后的义旨 她又下旨了 她说什么 凡是代选秀女 一律不准私自许配人家 这是老话了 她这会儿拿出来说呀 是要吓唬吓唬底下忍的 跟咱没关系 您府上是宗亲 可以不介意 可我们是外姓人 又是汉君旗的 童夫人 有什么话进屋说吧 我早就酿了茶 这会儿啊 恐怕已经凉透了 您要不介意的话 我陪您喝茶去 是敬文 贱妇不敢包扰太妃 您想怎么样 我随您 我还是告辞吧 还没坐下就急着走 我看 咱们俩 有一个人不对了 好了 我也别难为您 家里有病人 想走就走吧 回去告诉孩子 早得病晚得病 别赶在这个时候得病呀 一辈子最要紧的就是这几天 叫他别算错了日子 我替闺女谢太妃里 额娘 他们走了 走了 该来的根本就没来 这群势力呀 可算知道什么叫高下尊卑了 稍稍矮一点他们就不乐意了 一个汉君旗都统的老婆 也敢瞧不起咱们 温娘 到底怎么了 让您生这么大气 你别问了 赶紧去办一件事 什么事啊 找皇上去啊 找皇上 快去呀 找皇上干什么 见了皇上 你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你在绣女这群蚂蚁里 看上了一只 让他高抬跪手 把同图赖的女儿留给你 就让他可怜可怜可怜你啊 别什么东西都是人家剩下的 大清国是他的 天下美女都是他的 他不缺铜蜡月这一个 额娘 你快去呀 整天嚷嚷兵员不够 扩充了兵额还是不够 南方大营 南方大营兵员不够是因为参战 因为天天有人牺牲 在京十四周住房的军旅 为什么也跟着嚷嚷 因为有逃兵 天天都有逃兵 当兵吃粮 好端端的为什么有人逃跑啊 因为受不了虐待 上级虐待下级 老兵虐待新兵 满人虐待汉人 全无仁义友善可言 有兵有马 叱咤天下 无人无义 国将布国 从今天起 严加赌察 凡因私出逃 按军律严惩 凡出于虐待 施虐者 加倍惩处 下去吧 折 老兵虐待 老兵 老兵 你怎么跟他们在一关 我上个月刚去了兵部的都练营 您忘了吗 瞧我这脑子 事情太多了 脑子也全乱了 你好像有什么事 起来吧 来 过来 说吧 什么事 我 好 还是为疫症的事吧 我不早跟你说过了吧 等腾出手来 不是为这件事 是 是女人的事 行啊 你这个不计女色的家伙 他们背地里都说你有毛病 你总算想起女人来了 说 她是谁啊 漂不漂亮 她是个被选的秀女人 明白了 早早地看上人家 舍不得 怕她被选进宫来 让我放她一马 是不是 那可不愁啊 万一是个碧月修花之容 沉于落雁之帽 我还舍不得 逗你玩了 弟弟喜欢的女人啊 哥哥我啊 绝不会夺人之美的 现在可以告诉我 她是谁了吧 董厄氏 董厄氏多了 是哪家的 厄硕将军的女儿 她的小名叫乌云珠 厄硕 他以前是护军都统 后来 知道知道 那个人看上去呆多呆脑的 他女儿能聪明 还行 看着还行 看着还行算什么意思啊 看着还行不行 得真行 光脸蛋漂亮没有 得真聪明才行 当然聪明 比我聪明 比你聪明 那算了吧 秦人眼里出西施 不替你下操心了 哥哥 祝你好运 皇上 这事您答应了 太后那边 是给我选秀 我答应就是答应了 不过谢皇上恩典 其实 有时候我觉得 世间好多事情 就那么回事 女人也没什么意思 不必过于认真 你正在信头上 跟你讲这些丧气话干嘛 他叫什么来着 乌云珠 乌云珠 乌云 乌云密布 珠 珠马牛羊 这名字太难听了 估计人也够呛 你看女人的眼光啊 真让人不放心 我觉得还行 行不行你自己兜着吧 别跟上回似的 又把别人打跑了 那时候我不是不懂事吗 现在就懂事了 记住了 这件事啊 你知我知 我既然答应你了 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说真的 我一直觉得你的品性 有点古怪 过于孤僻 现在身边 有了相亲相爱的女人 希望你能变得比以前 可爱些 走吧